第一題 第一到三題是題組 阿毛在進行溫度計的原理實驗時 將錐形瓶內裝滿25度C的水 並塞上附有細玻璃管的橡皮塞 接著把錐形瓶放入10度C的冷水中 平衡後發現水面高出瓶塞1公分 之後將此錐瓶放入80度C的熱水中 平衡後發現水面高出瓶塞8公分 請回答第一到三題 第一題是我們說 將錐形瓶放入冷水直到達到平衡的過程 發現細玻璃管中的水面高度如何變化 我們知道熱脹冷縮 預冷要收縮 所以細玻璃管水面應該要下降 但是因為我們的錐形瓶先預冷 先收縮 所以一擠就會把水面往上升 所以我們的水面變化應該是先升後降 所以第一題我們說 發現細玻璃管中的水面高度如何變化 我們答案選的是B 先升後降 好,會比較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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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